字幕提供 哈 各位朋友 有在追蹤我頻道的朋友應該有發現 我昨天沒有上影片 沒錯 因為昨天發生一點意外 意外把我昨天錄影的影片全部都刪除了 不小心刪掉那就算了 那就不放了 今天呢是因為在忙其他事情沒有出門跑 所以今天沒有影片 那麼也要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昨天有一位朋友用LINE 就是傳了一些關於我頻道上面的建議 跟他的看法給我 那其實他傳這些建議跟看法 我這一陣子應該講說我做頻道開始 我也持續不斷在思考這些問題 因為其實我本來一開始做這個頻道 就開始放這些影片 主要是放紀錄的 好像把它當一個 我就這個在 那個騎電腐車 然後送Uber Eats的一個日記而已 這樣 本來沒有想太多 但是哈 就這樣每天放的 每天放的 越放越有趣這樣子 那還有這位朋友 其實也在他的那個 就是LINE訊息中提到一點 這樣那其實我 這陣子我都有碰到 這樣就是其實 有些朋友呢 會在我影片中留言 留這樣子的言論 這樣那 其實我本來不以為意 這樣 沒想到我這位朋友 他也這樣子 他也 他也就是提點了我一下 這樣 那我就突然間驚覺 或許我採用 國外的 Uber Eats YouTube的這種拍法來拍 在台灣可能不是太好 因為台灣人可能沒辦法接受 就應該是不能講全部 應該有一些人比較沒辦法接受 就是 就是 因為我會習慣把我 每天 這個 接的幾單啊 然後 今天完成我這個 每日任務 我自己的業績多少 等等把它放上影片 好像有些 這個 十七夥伴會看的 不開心 那之前我有 就是碰到一些 這個 朋友的留言 那我是直接把它移除了家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應該只是 個別的把 個別的看法 個別想法講 就不以為意 就 昨天這位朋友 他也有在Line上面 稍微提點我一下 那我覺得 很有可能 我 我的這個頻道的這樣做法 可能 有在一些地方被引起討論 然後可能被他發現 這我猜啦 這我猜 我只是純猜這 這我不知道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既然我朋友他有提出這一點 那我認為 就需要注意了 所以 之後 我會把我的頻道做一些轉變 這樣 那 做這個轉變呢 其實 呃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就推動我 頻道做轉變 是 9man 大家應該有看 9man頻道 他有 他有 就是出來講 就是 關於這個 YouTube的 這個影片 的這個 觸及率下降 齁 然後很多人都停更了 甚至 那個減少更新了這樣 那 其實大家也有看到就是 我好像 我有從 呃 之前一段時間就開始 把我影片變成直式的 我那時候我就有跟大家講 就是說 喔其實我這個把它改變 呃 就把我的影片改成直式 是 是有我的目的齁 這樣 沒有錯 其實我是 想要慢慢的把我的影片把它轉成 短影片齁 這樣子 啊 我沒有 那我沒有想要到那個 Ttalk上面去發展 就抖音 啊 我會把我短影片就是放在YouTube上 就 YouTube他也有短影片 那我會用YouTube來放短影片 這樣 那之後的短影片 我會做的方式 當然 齁就是 呃 呵 不會再曬我的單齁 或者是 齁 或者是齁 呃 呃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又跑了幾單啦 以及我的這個 呃 業績預設是多少啊 等等等等 這樣子齁 呃 其實 呃 確實啦 就是 呃 我參考國外 的這個 YouTube的做法齁 可能 呵呵 在台灣是 稍微有點水土不服齁 這樣 啊 那 之後我就會 採取比較輕鬆閒聊的方式齁 齁 來表現 而且 我會做成短影片 這樣 因為短影片大概 大概也不用 拖太長 不用浪費大家太多時間來看齁 這樣啊 啊 短影片 也會比較好製作 大概就重點式的整理 可能會把我一些 呃 看法 想法 齁 就是用短影片的方式來呈現齁 這樣子 好 所以日後就會這樣子處理 那至於長影片的部分的話 我就還在想齁 可能之後 長影片就 就 就用其他的方式來做 但是 會有一段時間 長影片的部分 很有可能就 暫時不再更新齁 那請大家就 就多注意我的短影片的部分齁 這樣子 那 接下來這頻道 呃 就不會再只做 這個UberEats 就跑UberEats的部分齁 可能也會把我一些 我有興趣的 以及就是 我之前的專業的東西 以及我會的東西 都把它拿出來 就是 跟大家 閒聊互動 這樣子齁 那當然一樣 都是用短影片的方式來呈現 就是盡量 盡量不多說廢話 然後我會把它稍微努力 就是努 努力把它剪一剪齁 其實我是會剪片的 因為我做YouTube做得相當的早齁齁 呃 其實我這個頻道上 有很多很多很多 之前 前幾年 呃 做的影片 那有些影片我其實 我都把它 就是把它遮蓋起來了齁 就沒有打算要 沒有打算要 要繼續讓大家看一下 那 其實之前我有用一些 就是剪片的手法去剪啊 其實剪片是蠻累的一件事情 呵呵 不過我想之後我做短影片的話 我會再把它拿回來剪一剪這樣 因為終究 剪片其實也蠻有趣的 尤其是其實我還蠻擅長做BRAW 啊 BRAW這個 BRAW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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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手法 其實我是喜歡的 我非常非常喜歡BRAW 那就 嗯 敬請大家 就是 期待我短影片的部分吧 好啦 那 廢話不多了齁 明天 我午餐 也是有事 也不會出去跑齁 明天我只會跑晚餐 但是明天晚餐很有可能我就 就一樣 就不會有長影片齁 那 我可能 就是 會上短影片 的部分齁這樣 好啦 廢話不多說啦 就這樣子啦 好 好 對